這一包我們那個剪貼布好不好用 就是Windows系統裡面的啊 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健忘啊 啊你現在 欸 真的沒有健忘嗎 摳了一次之後 然後呢 比如說你看我在這邊 啊這個摳了一次 又把這個字摳了一次 請問剛剛這段還在嗎 不在啊 它永遠只有最後一次而已啊 這樣沒有很健忘嗎 那這個你還要剛剛這段的內容 怎麼辦 再摳一次 要命檔案乾掉了 重新改一次 要命是絕天的 那怎麼辦 對不對 要命這個檔案是給你的 還給人家 所以你還給人家的 那你就慘了 所以呢 你看我給你看一下我這裡的 欸你那邊 嗯 看不太到齁 讓我一下 拉過來 你有沒有發現 我剛剛的內容好像都在耶 有沒有 這個 我剛剛有沒有摳一個圖片 好像你看齁 核達A的 測試用的 有沒有發現一直下來 連我在這裡沒有講的 沒有用的 都好像在這裡 因為呢 它會質量幫你 剪貼布的內容記下 幫你下次重新開機 還會這樣 所以我隨時要取用 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比較快了吧 你只要點兩下就OK啦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的那個文件的話 在這邊的話 如果我想要剛剛那個 剛剛這張圖片 我就多多兩下 圖片就進來了 我想要剛剛那個文字 這個文字多多兩下 有沒有就進來了 對不對 不過有一個地方裡面 可能要遇到我會遇到的 你有沒有常常摳網絡的資料 把它貼到你的 比較弱的或簡單的面 請問格式會不會帶進去 蛤 格式不會帶進去嗎 像我剛剛 比如說你看這個馬英丹 這個馬英丹這邊 它就有帶它的格式進來 你看下面就有一條線 你不會有遇到這種困擾嗎 但是你只有一次機會 就是在這個 對不對 要沒有你來不及了 你已經貼上去 然後又做了其他事情 是不是就來不及了 格式又進來了 以後資料調整 就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其實以前你如果遇到這種情侶 你會怎麼做 有的會打開那個叫做文字編輯器對不對 然後在裡面穿攤過濾一下 把那些格式過濾掉再摳出來 就變成文字啦 但是現在不用那麼麻煩 你可以用這個 你看齁 你看要把它拉出來 你在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以純文字方式貼上 有沒有看到 你看我貼進來 有的就只有文字而已 可是就不會進來了 快很多啦 快很多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說 有些時候我們就是需要重複使用 可是很抱歉 網站只對誰比較好 只對Office比較好 Office有多傳貼上啊 沒有啊 可是其他軟體呢 音大有改題 都沒有文明理嘛 所以如果你有問過其他軟體呢 你會發現 糟糕我要call什麼就不方便了 那你有什麼東西 會經過檢貼簿 除了當我們的文字 還有什麼 圖片以外 還有什麼東西會經過檢貼簿 檔案 有沒有 檔案也是一樣會進來 所以我今天就有call的一個檔案 只要這個檔案還在你的什麼 電腦裡面 可能有時候會有一種情形 就是我可能這個檔案 要call給好幾個人 那他有拿隨身疊過來 我call給他 然後呢 幫我 可能你要再call一次 然後再call再貼 中間如果有可能 A要call這個檔案 B要call這個檔案 C要call第一個檔案 你是 這邊手蠻搞亂的 我只要 點好看A是哪個檔案 B是哪個檔案 點兩下就好啦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個東西 免對的 很好用 不用安裝 不用安裝 那 怎麼 在哪裏 等一下我call給你 就好了 這個叫 不如我上也有 我不如我上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邊 我不如我上您會看到 這邊會有一個叫做 免對軟體下載 那這個上面呢 我都幫大家做好分門別類的 好 您就從這邊進來 從這個進來 從這個進來 有沒有 我都幫你分類好了 對不對 那你如果覺得這種 所謂的磚塊式的 你不習慣的話 右上角這裡 可以變成清單式的 好 我通常比較習慣清單式的 好 再放大一點 有沒有 跟 以這個來講是跟 提升工作效率有關係的 哈哈 我就整理在這裡裡面 有沒有看到 減貼度 標強 直接下載就好 裡面有 64日圓跟32日圓的 好 那你 你要用哪一個 那SP 就一定是32的 好 那你運3人之後 你要用32 都可以 那這個不用安裝 你把它 像我在這裡 把它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 請問這個是 微網提供的 雲端命點 這個 以前叫Sky Drive 現在改名叫 好像那個名稱 不知道是哪一個國家 有跟他 就是跟別人有衝突 所以他後來 就 決定改另外一個名字 那這個也是 雲端命點 它有同步的功能 所以 你現在可以看到 雖然我資料 網站上可以看 但是我電腦裡面 還有一個相同 資料夾 所以 這又回到我們剛剛 那個雲端命點 那個概念 你只要把東西 丟到這個資料夾 它就自動同步到上面去 這樣有帶個互更新 是就比較快 所以 這也是 雲端一點的一個方式 那 你可以從上面下載 也可以從這邊 這個 你點開之後 會有這個 稍勾64的都一樣 點開 有沒有一個執行檔 點下去就好了 那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 簡約列收集 要從什麼 開機的時候 是不是要開始幫你收集 等到你想到這執行就不會有 所以通常我會 在這邊 就是在 你執行之後呢 在它的下面這邊 在這裡 也來看看我的這個圖示 對 你可以按六鍵 你唯一要做 這中文的齁 所以你不用擔心 唯一要做 在這個選項裡面 把它設成什麼 開機的時候自動執行 在這邊 開機 系統啟動時 這個 因為軟體預設 我沒有幫你勾起來 所以你就是自己 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那 預設的話呢 現在這邊是 當你記錄大概30 30個左右 全座都可以記幾個 1024個 但是我想你應該不想要全部都記住吧 有些該移用呢 還是要移用呢 哈哈哈哈 你記的位置 自然當然 他會用到一些記憶體的空間 他會幫你存在這個檔案裡面 那這樣也會比較大 所以一般我們大概記30個就好了 超過的就怎樣 他就從最少的刪掉 啊有沒有那個你 希望 永遠記在心裡面的 可以 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你看喔 如果你把這個 這個打開之後 假設馬鈴鐺是你最近常常會用到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是某些 名字或者某些內容 常常會用到 剛好最近做到時間整理是這樣 你可以把它按右鍵 叫做 永不刪除 有看到了嗎 內容快捷 永不刪除 有沒有 那 你做了這件事情之後呢 他的前面會多了一個 有沒有發現符號不一樣 雖然他還是會被擠到下面去 但是最後一個他不會被刪掉 他還是會往下擠 可是就不會刪掉 這樣您了解了齁 事實上他還可以做資料表分內 只是我通常 不做那麼多 免得把它弄得太複雜 我很單純就是 希望他加強我們那個 維廉不足的地方 我們要這支工具 不代表說 好像要很多 軟體才夠 我們 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能夠 把它加強 我們 工作的流程 比較順暢 這樣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 額外再跟各位再分享一下 如果你有需要的 才可以到 跟我Call一下 或者直接到 我的雲標密碟上 直接下載就可以了 好 那 大致上是先把